嗨 大家好 我是鐵溪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主題呢 就是卸妝 那我覺得其實卸妝非常的重要 因為卸妝會影響到你後續的整個保養過程 包含你的保養品吸不吸收啊 這些東西都是有很大的影響 講到卸妝的這個品項呢 就是有非常多 例如說有卸妝水啊 然後卸妝霜啊 卸妝油啊 或是卸妝棉 今天就先來跟大家聊聊關於卸妝油的迷思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解鹽油在使用的時候呢 很容易會長痘痘 其實那是因為你的乳化不完全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解鹽油 就是感覺會有一種 你潑水潑了很多次 它都乳化不完 還有像我們女孩子 現在很多人都會接睫毛 因為我自己有在接睫毛 很多人就會覺得啊 可是卸妝油我卸了以後呢 我的睫毛也會一起都掉光 其實市面上的卸妝油 有非常多的品牌 所以我覺得在卸妝油上的挑選 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好的卸妝油呢 它不但可以幫助你 就是讓你的彩妝卸得非常乾淨之外 同時它也可以讓你的肌膚 就是保濕度是很足夠的 那植村秀的結鹽油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它非常的有名 而且它的風品也非常的好 就包含我自己也是好幾年前 我就已經都有在用植村秀的結鹽油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植村秀全能精脆結鹽油 這個結鹽油我覺得非常棒的一點 就是你是接睫毛的話 也完全可以使用 就是你的睫毛不會掉 就不需要擔心這一點 覺得它真的卸得很乾淨之外 它的味道我也非常的喜歡 那再來就是卸完之後呢 像我皮膚這麼乾的人 我覺得它卸完它還是有一個 基本的滋潤度在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馬上就來看看正確的卸妝步驟 到底是怎麼樣吧 首先呢我們先按壓結鹽油 大概三到四下的亮到你的腳心 好再來我們就把結鹽油從內向外 然後由下到上去塗抹整張臉 再來就是可以用畫圓的方式呢 輕輕去搓揉你的彩妝 然後在你的眼部還有唇部 都可以再多搓幾下 彩妝溶解的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沾取適量的水分 然後去做乳化的動作 其實乳化基本上大概三到四次 你看到它整個質地呈現透明妝就可以了 好最後的步驟呢 我們就是直接用清水清洗就可以囉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示範完正確的卸妝步驟了之後呢 我想要來做一個小小的實驗 就是來看看它的清潔力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我兩邊卸妝完之後呢 我就會用這一台肌膚檢測儀 然後實際來看看兩邊的差別 所以待會我在我的左半邊我會使用解鹽油 然後我的右半邊呢 會使用他牌的卸妝水 那就馬上來實驗看看吧 好那現在兩邊卸完妝之後呢 可以清楚的看到卸妝水的話 底妝我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至少在眼妝的部分呢 這邊是比較卸不乾淨的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看 皮膚的清潔力的話 到底紋理會長得怎麼樣 我剛滿有點擔心就是檢測出來會不會兩邊差不多 但我發現其實蠻明顯的 尤其是在眼周的地方 這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那個殘留的髒汙 所以清潔力方面真的是有差 好那今天就是使用完這個解鹽油的心得 其實我之前早就已經用過了啦 那我本來就很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呢他真的是我遇過我覺得非常好乳化的解鹽油 因為他的乳化速度 大家剛剛看影片就可以看到他非常的快 雖然官網上面是建議說大概要潑個三四次 但我覺得我大概兩三次其實就已經臉是完全是乾淨的狀態了 所以總結我覺得其實卸妝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卸妝真的就是我們保養最一開始的步驟 挑選到好的卸妝油的話呢 在你後續的保養或者是對你化妝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事半功倍的感覺而已 那也經過就是實驗這樣證明啊 其實我這樣搓完我的眼睛雖然很乾淨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接的睫毛是完全都沒有掉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好那我的影片今天就先到這 希望大家都有學到到底要怎麼樣正確的使用 解鹽油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臉卸得非常的乾淨 最後如果你有喜歡這影片的話呢 歡迎可以開啟通知小鈴鐺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最後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Facebook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Bye